主张经济海域的研究 蔡英文总统在昨天晚上紧急召开了高层会议研商 总统府宣布康定级巡防舰在今天会提前赴南海执行巡异任务 我方对此仲裁绝不接受 也主张对中华民国不具法律居树立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在昨天晚上特别表示 因应南海情势的变化 除了和海巡署加强南海地区情报坚增以及掌握之外 海空的动态之外 也要提升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执勤层级 也将持续派遣基建实施南沙巡异 运捕还有护航支援海巡任务 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 保持高度警却 以有效掌握全盘状况 确保国家安全